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非评 现场为您要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案抽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老师好 然后非评好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这样我开始说 今天最T在22,642点 最高来到22,787点 不用说 又创了历史新高了 收盘的时候呢 预估总量是4,465亿元 又是一个创历史新高的这样一个格局 天文们 这样一个盘式我们要怎么样来把握 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转 我们的波段好行情呢 赶快请教我们专家 罗老师 确实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有床高了 是的 那我说现在其实到底高点在哪里 不知道 而且不用去报了 甚至于今天告诉各位说 如果说未来台国往三万点来挑战 大概现在也没有人会反对 那我想这个重点不在于说 这个指数会涨到哪里 那又或这个行情到底是不是多头 我讲是不是多头 这还需要争辩什么吗 对不对 你看去年在金兔年封关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今年金融年的一个行情绝对会涨到让大家难以置信 没错 你看到现在还多久的时间了 封关2月5号 今天6月 这个大概6月中而已嘛 对不对 甚至于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这行情已经涨了快5000点 这不是多头是什么 对不对 但是重点我说过了 我想这段时间大家一定都有一个感觉 那怎么 行情一路在涨 那这个股票我想现在一路在喷 但是很多人怎么样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却还是觉得很无感 为什么 口袋就没有赚钱的感觉 对不对 那我说过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说方法 这个一定是某个环节 那出了问题 我想我过去也在节目里面 那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你来股票市场 你要的是什么 是 我想大家都会讲 当然是赚钱 赚钱 废话这还用问吗 赚大钱 但是大家都知道 你来股市要的是赚钱 但是很多人怎么样 却常常怎么样 来股市里头都在怎么样 都在看热闹 对不对 都在看热闹 怎么说看热闹跟赚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差别 我想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想如果说现在 大家你把它打开 这个所谓的电视也好 甚至于这个网络上面YT 我想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专家 权威 名师 名嘴 网红 每个怎么样 每个都讲一口的好股票 有没有 可以说是名师满天飞 是网红满天飞 好那他们每天所告诉你的 都是怎么样 他们的绩效有多么的一个漂亮 对不对 他们介绍给你都是目前怎么样 哇 正在喷正在涨 他告诉你看你看我们的这个股票涨了多少 他赚了多少又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那我说他们讲的那些股票 好或不好 对 当然都好 好 对不对 你看他们的股票 看他们的节目 好热闹 真的 涨停板的涨停板 创新高的创新高 哇 股票是天天都在喷 有没有 那他们讲的股票 当然也都是好股票 这一点 我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我说过的 这些股票重视是好股票 可是它正在涨势上面 他们已经累积了一段的一个涨足 而且大家都在讲 对 那我说看似很热闹的一档股票 看似很热闹的一个行情 如果这个时候 你来对这档股票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我请问各位 人家当时买在低档的 现在涨上来了 你的成本 你高人家多少 很热闹我知道啊 对不对 哇 涨停又是创新高 有没有 可是这个时候 除非你是买在低档 那当然是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讲 股价又在涨 你来 你的成本就高 我说过成本高 你的风险就高 你的风险高 你一定不敢中压 没错 你既然不敢中压 这档股票纵使它在涨 我请问各位 你能够赚到大钱吗 对没错 你没有赚到大钱 你当然无敢啊 是啊 对不对 那相较于 我说怎么样能够有感 你怎么样能够赚到大钱 我说过 你一定在股价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要先布局 先卡位 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要领先市场 那我再请问各位 如果说你要领先市场 你想 这档股票 会有很多人讲吗 不会 一定不会嘛 当很多人在讲的时候 已经全市场都知道 你怎么领先啦 没办法领先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你先厘清楚 你到股市里头来 你的目的是什么 又或者 我也知道投资朋友 你每天 哇 都好用功啊 这边看那边听的 有没有 但是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要看热闹 还是你要赚大钱 赚大钱 如果说你要看热闹 当然 哇 这也涨天 哇 这也创新 那一只也噴 大家就噴噴 很热闹 可是问题是 我说过 这些 你过去也看那么久了 那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对啊 但还是 对不对 你按照我的方式 我说过的 你会觉得 你说这个股票 没人在讲啊 对不对 跟你在讲而已 这真的会去 你每次都怀疑我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怀疑的股票 特别涨得特别凶 真的耶 当时我告诉各位 升达科在一百七一百八的时候 你有没有怀疑过 有 有啊 对不对 对 后来升达科有没有大喷 有 有没有 涨到三字头 对啊 一百多块 带你布局的股票 涨到了三字头 对 才多久的时间 有没有两个月 没有呢 一个多月而已 OK 一字头涨到三字头 你自己算一下 这样起多少 超猛 不到两个月 这也不是波段 这也不是大波段 顶多冲击量 叫做短波段 或者中波段的操作而已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涨幅 你赚不到大钱吗 你如果说你一档股票 你一字头买进 后来你三字头 不要说你卖在三字头 你卖在299好不好 好 你会无感吗 嗯哼 那接着下来 细微 对 有没有 大家都在AI 但是我的AI 我说我跟人家不一样 嗯 对不对 我的是AIPC的 而且还是AI BIOS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在将近三百块附近 我们在三百块附近 带你买进 带你布局 没有人在讲细微 对 后来涨到了四百多块 大家都来追 嗯 那我问你 你三百出头买的股票 后来涨到四百多块 啊 你哪一个会无感 嗯 没错 那算起来嘛 三十几% 哎 三十几%是什么 嗯 一百万就三十万 对啊 你五百万 五百万多少 五百万是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问题是多久的时间 有没有一个月 没有 甚至连两个礼拜都不到 嗯 你会无感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些股票 当我在低档 带你布局的时候 你们都会说 没人家说啊 全市场都没有人在讲啊 那只有你在讲啊 嗯 对不对 那 最主要是股价 又还没开始涨 对 所以你当然会怀疑啊 没人家说 啊股票又没起 嗯 你会觉得 啊这个感情真的会起 感情的 但是我说过的嘛 我过去也引用了一位 好 我们的老前辈所讲的 是 你做股票 你一定要忍受孤独的勇气 是 你想要赚大钱 就要忍受孤独嘛 嗯 股票没有涨 你才能够逢低布局 你买的低买的 到买的都没有 未来一港股票 涨上来的 喷出像 乡达科 一字头涨到三字头 像细微 三百出头 涨到四百多 对 你才能够真正赚到钱 没错 你需要去跟人家 凑什么热闹吗 不用 不用啊 反而大家来凑我们热闹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要来找 后离放口袋咯 对不对 我准备下一档 又要开始重新来布局了 没错 对不对 就好比说 你看这两天 嗯 又或者说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上个礼拜五 然后这个礼拜一到今天礼拜二 嗯 盘面上讲最多的股票是什么 重电股 重电 这里也重 这里也重 大家都在重 对 对不对 全部都在讲重电了 为什么 重电这几天喷上来了 对啊 但是我问各位 嗯 重电股我当然认同了 是 对不对 问题是重电股 我什么时候在你买的 对不对 我什么时候在你买的 我是在端午 端午节前 放假前 嗯 对不对 你看 我说你只要是我股市 我并看LightEd 官方账号的一个朋友 对 我麻烦你 嗯 端午节放假前一天是什么 六月七号 没错 那一天的下午 你有没有收到一个盘后分析 这里面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 接下来资金市场主力的资金 就是转进低位接的重电 加上电线店了 有 白子黑字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是 这个是我们在股市我并看 LightEd官方账号里面 给大家的免费的资讯 纵使你不是我的会员 嗯 你看到这样的资讯 你放完假回来你礼拜一去买重电 对 我说不管你买哪一档 你买中兴店也好 你买市店也好 你买华城也好 对不对 像我们是买华城跟中兴店 这个我在节目里面也告诉你了 有 对不对 你看 我的会员 我已经很事先的预告了 对 我说接下来我们就是锁定 这个重电的一个族群 对不对 所以我礼拜一 我买的就是什么 我买的就是华城 对 对不对 你有部位的 你有资金的 我们就买华城 来来我们看一下华城 好 华城来1519 有没有 有 那一天放假回来的第一天 嗯 华城 开盘 有没有 有 750了 是 最低 742了 嗯 让我说不管你买在742也好 你买在750也好 我让你买在760好不好 好 昨天最高涨到760 这个964了 哇 就算你买在760 你涨到964 你买200块 200块 200块 你换算一下percentage 嗯 对不对 你换一下percentage 又或者 嗯 这样说好了 760你涨到960 嗯 一厂就是200块 200块 200块 就是20万 20万哦 你一厂就20万份 这是几天的时间 四天的时间 四天 四天啦 20万 短短四天 对不对 嗯 那你说 现在做股票的 难道都只买一张吗 当然不只哦 我相信买五张的 也大有人在了 10张的 买五张多少钱 就100万了 对 不要说五张了 你说买个十张 那也不够就是700多万啊 对 你说现在做股票 当然我不敢讲 每个都有700多万啊 嗯 但是我相信有700多万在做股票的 一定大有人在 一定一大堆好不好 是 你买十张就算200万了 哦 不过你是几天啦 四天啦 真开心 你会五感嘛 嗯 对不对 你按照我的方式 你会五感 超有感 对不对 那你资金部位再小一点的 像我带会员 比较有部位 比较有资金的 你就买华城 华城 你部位小一点的 我买中兴店 对 中兴店一样嘛 虽然涨幅 嗯 没有华城那么高 但是如果说你在 礼拜一买进 有没有 而且还是逢黑买进 礼拜二了 逢黑买进 你看 这一波最高来到 195块半 那一天 黑 6月11号 礼拜二的低点 也不过一百七十几块 对啊 你涨到一百九几块 你赚不到吗 那也是 二十几块啊 是 对不对 嗯 这个比较低价的股票 也是二十几块啊 你会赚不到吗 嗯 你买个十张也一样 两百块啊 也是同样二十万啊 嗯 怎么会五感 对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你是等到涨上来 你看 从礼拜五开始 是不是大家都在华城 对 大家都在中兴店 是 哎呀不然 哇 大家都在中兴 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个时候再来追 你看他短信号开始震荡 嗯 那你在高的一个位阶的时候来买 不管他未来还会不会再涨 嗯 当然我认为他未来还有空间 因为毕竟 这是未来的大方向 是 可是 你这个时候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担不住 可能就出掉了 嗯 那出掉了 那后面再涨 干你有什么关系 是 更没关系了 嗯 可是如果说你像我一样 你买在低档 他再怎么震 跟你有什么关系 嗯 你这根本震不到你啊 对 所以说方法是不是很重要 我会再强调 很多人 说明明行情就在大涨 股票就在狂喷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 因为你方法不对 要怎么样能够用对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摸不着方向的 我真的很诚挚地建议各位 你先加入到我们股若冰汉 LightIt的官方账号 我说这就是一个服务性质的 也不用收费 对 对不对 你看你只要在端午节前夕 知道这样的一个资讯 不管重店股你满 不管你买哪一档 嗯 嗯 纵使你不是买在华城 你不是买在最标的 这个酒顶店 好的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是 但至少你方向一定不会错 你一定赚得到钱 怎么可能会赚不到 没错 所以说听众我们 在对的时间点用对好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就像我们的这档好股票 华城端午节前老师说 我们要进场来布局 就是什么 重店类型的好股票 当时大家都在追 AI类型的好股票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750起 760起 但您进场来布局 昨天964块 一张已经有200块的差价 恭喜我们的会员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这一些都只是大家在LightIt 就可以看到的讯息 光是看老师LightIt 你就可以赚钱了 这一天我还没有加入 好不好 赶快加入哦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开心 开心 真开心 跟着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赚钱 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 轻松怎么样又没有负担 因为呢老师说 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对的时间点用对好方法 跟着老师布局 就有机会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还记不记得6月7号端午节前的时候 老师说我们要怎么样 把我们的目光转向 重电类型相关的普及后 结果呢我们礼拜一上班的时候 老师带大家进场布局 750几块 760几块 进场布局 1519的华晨 有没有 昨天最高来到 964块 短短四天的时间 200块的差价 这是一张而已哦 恭喜我们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光是怎么样 跟着老师 看我们的Lite 8 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着老师 一起来赚钱了 最后听伙伴们 Lite 8重不重要 每天在股市当中 有任何的讯息 老师都会透过Lite 8 把我们的讯息 及时的传送到您的身边 最后听伙伴们 你还没有加入 好不好 赶快把你的手机打开 Lit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我念慢一点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当然如果你有问题 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 对话框 留下您的电话号码 老师就会主动跟您怎么样 透过我们的专业服务人员 来跟您联络了 不要忘记了 有了ID还不会加入 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赶快加入哦 就现在 小老鼠RBH888 那么久不见 小老鼠新闻台 我们的大手间 我们是股市楼宾汉 想加入老师Lite 跟着老师进场 来操作好的股票 把讯息掌握在您的手上 赶快加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好听的歌曲 女人我最大 蓝星梅 所带来最好听的歌 《近舞的女孩》 字幕轟字幕 백신的电话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菲萍 問你邀請到是我們的專家 喬世羅老師繼續回到我們的現場了 昨天聽了我們有沒有覺得好開心啊 跟請老師腳步進場來佈局 我們6月7號端午節前 老師就說我們要進場來佈局 我們的重點類型的股票 我們禮拜一就帶大家進場佈局 我們的華城1519的華城 750幾 760幾大家佈局 昨天最高來到964塊 一張已經有200塊的差價了 恭喜我們的會版還有我們的忠實聽眾 重點重點是這些好朋友們 光是看我們的Light 就可以怎麼樣賺錢了 所以Light的訊息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的話 趕快把你的手機打開 Light也打開搜尋部分輸入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我們也知道有一些長輩朋友們 可能還不會加Light 沒關係 待會在廣告當中 我們會告訴你我們的服務專線 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的服務員會親切的教您 一步一步用電話教您 怎麼樣加入老師的LightIt 好 所以目前這樣那個盤式 怎麼跟著老師繼續來轉 老師 我想我們上個階段也提到了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又創歷史新高 但是我相信 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一個朋友 對於今天的創高 是一點感覺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有一半的股票在跌 所以創高很多投票是沒有感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有很多投票朋友在現在 隨著行情的創高股價的一個狂喷 可是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 一點Q都沒有 口袋還是覺得空空的 又或者口袋賺的 遠跟不上大盤那個漲幅 沒錯 所以它是無感的 那我說你為什麼會無感 行情明明在漲 股票明明在噴 對 那你為什麼會無感 那一定是你方法不對 方法不對 但是我說你追的是什麼 你追的是大家在臭熱鬧的股票 還是現在沒人講 可是未來會大喷的股票 是 你先搞清楚這一點 對不對 我說如果說你要買在低檔的股票 第一個 它沒人 它還沒漲 對 還沒漲 依照我對這個市場的了解 這些專家權威名是一定沒機 一定沒興趣 為什麼 還沒漲的股票 我去介紹給你 對我來講是一個風險 萬一沒漲怎麼辦 反而我好漲的 對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我告訴你現在正在漲的股票 再怎麼樣我也不會錯啊 對啊 明明就在漲 而且你看 哇 前面漲了40% 50% 我告訴你這些已經漲上來的股票 哇 我好神勇 你對不對 對 但是問題是我說過 他們講的都對啦 對 哇 基本面講的是無懈可擊 對不對 哇 講的更是嘆為觀止 對不對 連我都忍不住想給他拍拍手 對不對 但是 你講的再好 嗯 他漲了40% 50% 甚至於他有人講一倍的 對 講的再好難道叫你來追嗎 當然不是 你就是你敢追你也不敢買多 沒錯 那重使你敢追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你風險高那麼多 你認為你的勝算會有多大呢 對 所以說你按照這樣的方式 難怪你在這樣的大多頭格局裡面 你老是賺不到錢 或者老是覺得賺不飽 嗯 那你方法就不對嘛 對 你按照我的方式 你看 升達科我帶你在哪裡買的 嗯 一百七一百八了 對 漲到了三百多塊大家才來追的 對 那你看你升達科買在三百多塊的你會賺到哪裡 我不敢講你賺不到哦 嗯嗯 那你是能夠賺多少 是 那你跟我買在一百七一百八 你哪一個沒有搭 沒錯沒錯 同樣的細微 嗯 三百出頭買進的一個細微 漲到四百多塊 現在大家都來追了 嗯 我不是說你四百多塊的細微你賺不到哦 對 可是 你能夠賺多少 沒錯 你跟我買在三百出頭的 細微我出掉了 我也告訴你我出掉了 嗯 那我出掉以後我轉入重店啊 對 我在放假前我就預告我要轉重店啊 對 我放假回來 我講的放假不是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是端午節哦 端午節哦 我端午節回來我就直接壓重店哦 嗯 我剛剛也告訴你呢 華城現在大家都在華城 哇這裡也重那裡也重 有沒有 有 但是華城我在買的當天最低742 嗯 開盤750 對 我說你不是買在742 你也不是買在750 我能買在760好不好 嗯 漲到962 然後漲到664 664 嗯 你哪一個會無感 是 你哪一個會無感 嗯 你按照我的方式 怎麼會錯 對 對不對 怎麼會錯 所以我說從方法根本的改變 嗯 方法怎麼改變 我說我強烈的建議各位 你要善用工具 工具是什麼 嗯 就是我們股數 我賓和Light Act的官方賬號 好的 我說過服務性值 義務性值的 最主要是要幫助各位 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 操作上的一些盲點 嗯 然後回到自己的軌道 嗯 加入以後 我說過了 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有一個 對美股 國際股市 還有對盤市的一個看法 對不對 下午也會有一些個股的一個解析 甚至於預告我們下一波 看好的股票 是 你按照這樣的方式來操作 我說過縱使這些資訊 對你都沒有幫助 嗯 至少你也不會有損失嘛 對啦 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中 你看 聲達克中一檔就好了 像華城 嗯 中一檔 對 你會無感嘛 好 所以公益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就從我們古書羅賓看 Light at的官方帳號開始 好 Light電話們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我們Light的帳號 不要忘記 趕快把你的手機打開 Light打開 搜尋的部分輸入喔 小老鼠 RBH888 小老鼠 RBH888 如果你有了ID 還不會加入 待會廣告當中有電話號碼 記得趕快打電話進來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 滾 開心 開心 真開心 跟著我們的專家 龍斌老師進場來賺錢 真的是一件開心的事 輕鬆怎麼樣又沒有負擔 因為呢 老師說 走在故事的前面 在對的時間點 用對好方法 跟著老師布局 就有機會成為股市當中的贏家 還記不記得 6月7號端午節前的時候 老師說 我們要怎麼樣 把我們的目光轉向 重點類型相關的5Q號 結果呢 我們禮拜一上班的時候 老師帶大家進場布局 750幾塊 760幾塊 經常布局1519的華晨 有沒有 昨天最高來到964塊 短短四天的時間 200塊的差價 這是一張而已哦 恭喜我們的朋友們 還有我們的忠實聽眾 光是怎麼樣 跟著老師 看我們的Lite 8 就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跟著老師 一起來賺錢了 最後一天問問 Lite 8重不重要 每天在股市當中 有任何的訊息 老師都會透過Lite 8 把我們的訊息 及時的傳送到您的身邊 最後一天問問問 你還沒有加入好朋友們 趕快把你的手機打開 Lite也打開 搜尋部分輸入 我念慢一點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當然如果你有問題 也可以留言在我們的 對話框 留下你的電話號碼 老師就會主動跟您 怎麼樣 透過我們的專業服務人員 來跟您聯絡了 不要忘記了 有了ID還不會加入 可以打電話進來 0223659333 0223659333 趕快加入哦 就現在 小老鼠RBH888 來國際投顧108 金管投顧新字第012號 本公司於節目中所推薦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